主席的發言,首先是支持政府建議的支援非政府機構在酒店和旅館推行青年宿舍的計劃 其實在先前我們都去考察過一些用賓館和酒店做的過渡性房屋 當日有去劏房看他們居住環境如何惡劣 去到賓館和酒店,探訪入住了的市民,他們的反應都是非常正面的 我們有些同事可能覺得,酒店、賓館、房間怎麼適宜家庭居住的話 但是當你在劏房的環境一比較,原來搬到那裡已經有很大的提升了 另一方面,當然除了這些市民在劏房裡,他們急需改住環境 其實我們很多青年也真的有這樣的住屋的需求 所以如果這些酒店、賓館,一般來說地點可能都比較近他們上班的地方 所以這樣用作這個青年宿舍都是一個辦法來的 所以我們都是支持 不過我又想提出另一個建議 在籍那些未必需要回答我,因為未必是你所決定 就是什麼呢? 其實啟德方艙都是一個非常理想做青年宿舍的地方 那裡大約有2,700個單位 有些是起到四層高,還有升降機 還有獨立的廁所浴室 當然啟德也真的在就近,很多青年人可以就有地方 包括九寧灣、觀塘等地 所以如果疫情一直舒緩 我們真的不需要徵用啟德方艙作為隔離或檢疫的用途的話 其實用作青年宿舍 又或者其他過度性的房屋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個先前我也建議過的 不過這個就不等於說我不贊成現在政府說的酒店旅館這個青年宿舍計劃的 我是支持現在建議的計劃 不過另一個建議,我覺得政府整體都要想的了 多謝主席 其實正如盧議員剛才這樣說的 我相信在疫情比較穩定之下 我想整個政府會有一個通盤的考慮 去決定一些這些不同的資源 究竟我們是怎樣可以更加好的運用 四席 有沒有跟進 沒有了,主席,我支持這個項目 好,謝謝 主席,我其實剛才第一次發言之後 都不打算再發言 因為第一次發言 表示了支持這個政府現在的項目 因為青年宿舍當然是 有它現在在社會上很重要的功能 不過聽了那麼多議員就問有沒有Plan B、Plan C 我就越來越覺得 我在第一次發言所說的 啟德方倉做這個青年宿舍 絕對是一個值得考慮的Plan B 甚至想想想Plan A更好 因為哪裏花10億而已,現成在這裏了 所以我也同意有同事說 我想多條隊走路 如果有酒店賓館適合的 你可以立刻開始了 變成可以啟動一部份 但是啟德方倉這個大家都要知道的細節 2700個單位 裏面是有大單位住家庭的 政府資料就說總共可以住5000人 所以你不是單身的青年 有些兩個年輕夫婦其實都可以住這個方倉 如果你變成一個青年宿舍的話 所以這個值得考慮做Plan B 深招務是Plan A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多謝盧議員聽到盧議員的意見 謝謝